欢迎收看新一期的上车开队 这么长时间没更新确实要先跟大家道个歉 那这段时间我之所以没有更新节目 主要是因为一直在等一台车 等一个稳赢不输的车 那就是我身边的这台 所产后的飞行家 这个车是真的厉害 豪华中大型7座SUV 配个3.07的V6发动机 然后卖60万左右 真正物意上实现了什么叫降维大击 降维要是有用的话 地球早就被三体人占领了 我们彪悍的地球人只认降价 你降维是因为你国产了 注意我的车型 第五代路虎发现原价70大起 现在只卖60出头 保证进口身份的同时 降到跟你国产一个价 这才是降价 社会大哥就是这样的 知道什么叫财聚人散 财散人聚 在我面前 降维那都是弟弟 降价才是硬道理 你快拉倒吧 你那个车为什么降价心里没点数吗 就你长那个样 你不降哪价有人要吗 你瞅你那个车尾 那真是谁瞅谁撇嘴 我在后边跟时间长了 它都容易面瘫啊 咱这个车那都不一样了 整体造型呢是远润饱满 而且哪哪都透了一股大气的劲 你看咱这个中网大 大灯也大 轮圈个头不小 同时造型用的是涡膳式的样式 更加符合咱们这个飞行家的名字 同时你再看咱那个车门把手 那是又长又大 贯穿式的尾灯个头也不小 再配上一个双边四处的排气 那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什么叫 雍容华贵 大气凛然 你这个高度跟我说大 高大高大 没有高哪来的大 各位看一眼车身高度 这是我的高度 这是它的高度 这只手才是真正的高手 我的车为什么看起来显小 那是因为用了黑色的车漆 而且加上了黑色的外观套件 包括中网啊 轮圈啊 尾灯啊 车尾的字母啊 这些都黑化了 这个也是2020最新款的特征 另外呢 你真要比大小 我们就来比一比车身的参数数据 好不好 长度宽度 那都是不相上下 而说到高度啊 这是1米75出头 而这1米88的身高 这一出场 那可就是一丈队队员啊 你要跟我比尺寸呢 我见咱们比比这个屏幕尺寸 我这个飞行家进口版本屏幕就不小 国产之后进一步加大 达到12.8英寸 同时这个车还有全液晶仪表盘 车门把手用的也是电子的 再加上这个车的木纹装饰 以及充满立体感的中文台造型 整个内饰可以说是把古典和现代进行了完美的融合 一扫之前内饰的木器 另外整个这个车内饰的元素也非常多 不光有这个木纹装饰 还有真皮材质 地台用的还是拉丝工艺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就连车门内侧的处格也是加入了植容 细节方面真的是非常的讲究 相比之下 它那车根本就不行 整个内饰黑了啪啼 光板没毛 方向盘是又大又细 要我说呀 完全就是一个工程用作 不要以为尺寸大就是真的大 你的系统相对独立封闭 比如我连上我的手机 它没有任何反应 再看我的屏幕 虽然尺寸小一点 但是不管CarLife还是CarPlay都是支持的 所以无论你有哪个品牌的手机 只要是智能手机 就可以和它实现无缝连接 所以你的只是形式上的大 而我是真正意义上的胸怀宽广 兼容并包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再往下看 我还有三块圆形的彩色液晶屏 虽然面积没那么大 颜色也没那么多 但确实是实打实的 比你多出了三块液晶屏幕 所以屏幕不能只看尺寸 还要看数量 再者 设计层面 这三块圆形的屏幕 矗立在方形的面板之上 暗合了中国古代 天元地方的哲学思想 我的整个内饰黑色为基调 虽然第一眼看上去 有一点像运动钢炮的感觉 但其实 很多地方都是大面积的软材质包裹 手感一点都不差 总结一下我的内饰 就是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天元地方 你慌不慌 我一点都不慌 甚至还有点想笑 你抬头看一看 还天元地方 你都没有个全景天窗 弄个分段事 你弄弄谁呢 再说这个大屏幕 我这车之所以它连不了卡普 也明显 因为这个屏幕本身的功能就非常丰富呀 要说导航 咱们有百度地图 要说音乐 咱们有QQ音乐 同时这个车还能支持看爱奇艺 就这么丰富的一块屏幕 你为什么要连手机呢 手机它才是充了电不好吗 再也就是下面那三块 它也好意思说是屏 你按一按 那有啥功能 连个座椅通风都没有 跟那儿糊弄谁呢 咱这个车那不一样 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你应俱全 方向盘还带有加热功能 而且你看咱这车这个座椅 造型上咱也赢了 对吧 航空座椅 中间这个位置带有电动腰托 高配车 还有座椅按摩 咱这个低配车呢 脚脱它都是分左右的 对于舒适性的提升 那效果可以说相当炸烈 你说那么多都没有用啊 那么多配置都是锦上添花 你现在是只有花 没有锦 坐上去那就是菊花一锦 相信我 一个成功人士 他必然有高瞻远瞩的国际事业 应酬帷幄的决胜之心 这个时候一定需要一个 高高在上的坐姿 诶 此时此刻 路虎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胳膊肘往这一搭 单手扶着方向盘 一切尽在掌握中 这种高高在上的坐姿 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感 是任何配置都给不了你的 你还好意思聊成功人士 我觉得你这个车最成功的 就是把人从后排逼着前排 把成功人士都逼成司机了 你说你那车第二排有多难 整个舒适性跟咱那个车 完全就没法比 咱这从座椅布局上就赢了 咱是二二二六座版本车型 凸显出第二排的独立感 专属感 还有这个豪华感 同时配置方面那也相当的高 前排有座椅通风坐椅加热 咱们后排一样也有座椅通风坐椅加热 而且通过这块屏幕 你还能调节第二排和第三排的空调 以及整个车的多媒体系统 再往下看呢 这边有Type-C接口 这边有USB 这 这边这是谁插的电池 废话 你说拍八遍一块电池够吗 不重要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咱们这个二二二的座椅布局 第二排中间是有一个过道 通过这个过道 你能直接走到第三排 这台的车行吗 行吗 至于这个第三排的表现呢 虽然它坐垫稍微有点低 整个人有点蜷缩的感觉在 但是整个这个空间表现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第二排座椅前后是可以移动的 你把它调到一个一拳左右的腿部空间 第三排座椅一个成年人 是完全没有任何难度的 而且头部空间 那是相当充裕 可以达到四指 而且这个车不光进来方便 出去也方便 这边有一个一键放倒 直接就方便你的出入 那同时整个这个车的空间设计也非常对称的 不像它那个车这边多出一块 明显就是欺负人 咱这个车呢 一视同仁 两边都有背驾 两边都有出风口 两边都有出入格 而且整个这个车第三排的做工和用量 没有因为它轻易不见人 就把它拿下来了 整体四个字形容 严丝合分 你再看它那个车 明显就是大开大合 而且最重要的是 咱这个车第三排它是电动座椅 升起放倒都是一键操作 非常方便 它那车你还自己上手扒了 不像累呢 要说专属感和尊贵感 我上车的一瞬间就已经感觉到了 脚踩踏板 手拉扶手 上 哎 怎么样 是不是有一种上位的快感啊 我的空间完全不成问题 座椅前后靠背角度都是可以调节的 地板中间也是纯平 而且我有三个座 2加3加2比你多一个 买到就是赚到 这个座垫高度确实低了一些 但是相信我 舒服不舒服取决于你的姿势 你要天天站在床上 你也不舒服 怎么解决呢 好吧 稍微躺一躺就解决了 对不对 这都不是问题 配置层面 这里也有后排专门的分区自动空调 而且也是三块圆形的彩色LED屏幕 这个深刻的哲学含义 我就不再赘述了 刚才已经说过 下面还有两个12V点營器电源 还有一个除盒 放个手机钱包之类的 完全不在画像 最值得一提的细节 是我的靠背后面 有上下两层加板 可以放更多的书和报纸 众所周知 成功人士都是愿意读书看报的 还有一点 年轻人不要太年轻 不要以为只有你有通道 我也是有通道的 给你们开发一个 走 看到没有 完全取决于你的开发能力高低 现在就给各位表演 如何走到第三排 我就不信了 难不倒我 没有困难 创造困难也要是 看见没有 是不是也爬进来了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成功人士都是坚韧不拔地 再说什么叫大开大合 那就是你手欠兄弟 你不掰烫能开吗 是不是 我再给他装回去不就完了吗 开越野车 讲究的就是动手能力 成功人士都是这样 不拘小爷 再说我的第三排座椅 这个座姿明显要比你更高一些 上来不像你那么蜷缩了 而且座椅下方是楼空的 脚可以放在下面比较舒服 专属配置我也有 比如说这个扶手 你以为这是个扶手吗 没有那么简单 打开之后 里面是储物盒 而且还有USB充电接口 左右两边都有 侧窗的采光玻璃 头顶还有分体式的全景电窗 下面还有儿童安全座椅接口 这台车只要你能力强 升四个吧 没问题 我人肯定是没问题 你那个车有没有问题呢 咱就不知道 别看咱俩俩车都是3.0T的发动机 但是我这个车动力 明显是要更猛一点 咱这个车最大工具350马力 最大扭矩553牛米 配合上一个 时速手机型变速箱 整套动力总能 技术上还非常先进 同时这个发动机 变速箱的匹配 也是非常没问题 换挡平顺 降挡速度也是比较快 所以今天我就要告诉告诉你们 咱这个车动力它有多强 多了100多牛米 到底它能跑多快 确实是输了 但只是输了一秒钟而已 历史长河的一瞬间 人体也就是打个本体 完全可以忽略不济 再说如果您非常在意瞬间的体感 那更应该选择我们路虎的V6机械增压发动机 大家都知道 车轮增压它是有耻质的 而机械增压没有 340马力 450牛米 标多少 给你多少 实打实的 不会让你等待 不会让你难受 加上8ED变速箱 换挡非常平顺 没有任何顿挫 总之这台庞然大悟 在城市道路上开 在动力层面 没有任何让你费力的感觉 那是相当的轻松啊 你那个车方向沉成那样 你也好意思说开起来轻松 再加上坐姿高一点 整个方向一打起来 跟公交车司机一样很有意思吗 豪华中大型SUV 你得有点自己的气质在里面 这方面 咱们这个车做的绝对是要更好一点 你就看这个方向盘 在保证沉稳的同时 还没有丧失舒适性 整个转向打起来 手感非常的细腻 这点他也说比不了 再有就是悬架 你别看他说自己是空气悬架 这不是比个 比的是舒适性 看调教 咱那个车 你开起来使劲踩着刹车 对吧 这车都跟着点头 你就说咱像舒适性 是有多么的妥协 整个车 讲着就是一个豪华舒适 他那车你就看着还行 实际真跟咱那车比起来 那是相当的粗糙 完全没有咱那车主 细腻的感觉 我这个转向能叫重吗 这种设置能让你在越野的时候 做出更精准的操控 如果太轻的话 反而容易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我这个底盘能叫颠吗 我这可是空气悬架 能调高低 同样是在越野的时候 能大大提升你的通过性能 所有这些细节 都是为了保命 你怎么不看看 我这高高在上的坐姿呢 买越野车 不就是买个安全感 你们那些软塌塌 舒舒服服的车型 是完全无法提供 这样的心理安全感的 如果您要说安全的话 那我觉得更应该选择 咱那个临晨的飞行家了 因为咱这个车不光有一整套的 ACC自信设计系统 同时还搭载了主动安全配置 但有主动刹车以及车距提醒 这些功能你那车都有吗 而且别跟我提什么越野安全 我觉得对于越野来说 最安全的方式 就是不去越野 在城里边待着 那肯定是相当安全的 你要这么说 咱这个车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 因为它在城里边开 不光是安全 而且它还安静 六缸发动机本身 对于转速的控制就很好 同时咱这个车用的还是10AT的变动箱 你就80公里每小时正常开 这个车转速就在1250左右 你说它能炒吗 对不对 静音性也是体现一个车豪华 很重要的一点 你说的那些高科技配置都没有用 真到了山里 你跟谁自适应巡航 连路都没有 大兄弟 看看我们发现的全地形反馈系统 多种路况模式任意选择 还有分动箱 还有低速四驱 还有差速锁 所有这些东西才是能保证你在野外生存下来的必备条件 SUV难道不应该远离城市的喧嚣去跋山涉水吗 怎么样 敢不敢跟我去会吧 我觉得你也不用跟我较劲了啊 你坐进我这个车里你好好体验一下 是不是我这个车更豪华更舒适 同时要更精致一点 对不对 精致 舒服 舒服 豪华 哪很硬呢我跟你说 大兄弟 我的车是发现 咱俩比了一整天了 全是公路项目 就不能越个野吗 我发现跟你比 你不但我越野 你就耍流氓啊 这怎么能叫耍流氓 对不对 我也是出门考虑到消费者使用的场景 大家都在城市里 看哪有什么机会去这个跋山涉水啊 这 跋山也跋不了 涉水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今天天气一貌都说了 待会雨会往死里下 各大公园都关门了 这时候你们需要一个底盘更高的车吗 就你于水火之中啊 哎呀呀呀呀 大家都是SUV对不对 这下涉水能力 你能过的地方 我就能过 好不好 我是能过 我不能过的地方 你 你 你不能过 你不能过 我也不能过啊 对吧 大家都一样 很正常啊 不一样 我不能过的地方 拉开把手 我就跑了 你这个车都是电子的把手 你怎么跑 哎呀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哎 我这个车 一个音响下风 还有一个拉手 机械式拉手 拉开之后 你就可以走嘛 对不对 这考虑还是非常招务权的 哦 是有一个 我这有一个 你有没有啊 我这儿虽然没有 但是我会游泳啊 哈哈哈哈 可以 喜欢 记得分享哦 我这儿了 这个车都会 你怎么过 你怎么过 这儿了 我这儿了 我这儿了